以下的节目指标带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放假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又到了Fight Up 10分钟的时间 Fight Up 10分钟两个key points 一是Fight Up,所以又是废的 二是10分钟,10分钟就会收工 今集应该10分钟不够讲 其实今集是 三月二十三号 三月二十四号是 这个台的四岁生日 另外Fight Up 10分钟也是一周年 今集可能会多些东西说 放到没有告诉我会OT的 先处决听众吧 Wing问真心一问 为什么四个字会读成五个字 他在说你思潮朝鲜 你幻听 基本上过了今天之后 李斯潮朝鲜都已经不是李斯潮朝鲜了 他会变成一个 不知诗什么诗什么诗的 唉 我冲击说 他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日剧 你觉得是必体之选 我一想就想了一个 Legal High 我真的觉得Legal High 是真的必体 他是说一个律师 战无不成 长长都赢的 但是他是那些 很卑鄙无耻 以屎盔为钱做人 列造证据 总之我和你拗赢他 他的概念是说什么呢 法庭不是正义的 而法庭根本不是为了情现事实的真相 不是的 真相这件事就是我拗赢你就是了 每件事其实是由不同的理据去组成的 根本没有真相这件事 其实他就让你重心去审视 究竟每件事我们拗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有去拗的点 这套是好看的 还有戒眼人真是值得看 真心推荐 Alao Hong Kong 他说 因为Legal High 看你的频道 现在Alao完了反而喜欢听你的分享 是缘分吧 我都是因为 都不是因为Alao而开这个频道 但是 的而且我是因为Alao 而叫做开发了这个频道 但是现在Alao完了 那我也继续做 甚至乎我现在都开始不是很讲美剧 都变质了很多 如果你还听下去 都真的是缘分 阿神手派他说 我见过一个留言 就叫做 2019 Crisis on Infinite Earths 2020 Virus on Infected Earths 这个好笑啊 真是好笑 WCAndy他说 讲起恐怖剧 Nothing姐有没有看 AHS American Horror Story 我没有看的 我看了几集 我之前说过 例如有些明星会客串几集 我就会抽那几集去看 由于我只抽中间几集去看 其实我是看不明白的 好像那些FREAK Show 我就没什么兴趣 而且我很害怕恐怖的东西 布士达说 《维基或磅发12集完》 他说这个星期结束了 你可以看了 不过你能否接受到 我就哼哼 磅发 我看了 我稍后讲了 Anson 说 可不可以讲一下美剧探变 美剧探变我没有看的 我发现Anson你经常问我一些我没追开的剧 剧剧其实是要心机去剧的 还有要时间去剧的 我不是说想开就开到的 那就不好意思了 《Living and Dream》 他说 奇迹剃造者 《Miracle Workers》第二季很棒 好看过第一季很多 要不要看一看 之前说过的《Miracle Workers》是 我有出第一季的搜集点评的 其实是什么什么 哈利波特 Danny Radcliffe做的 很有趣的 他第一季和第二季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故事次定 他第一季是说在天堂 就是一帮天使如何阻止上帝 炸了地球 他第二季是转了去 好像以前古代 不知Victorian 时期那些 君主 在皇宫那里 有空我会看的 有空先 问题是 Sam Ben 说 我觉得火星生活都好看 是刑征剧 是隧道的男主角主演 都是没有爱情线的 我上个星期说了一堆 没有爱情的韩剧 因为韩剧通常大家都觉得 是很谈情说爱 那我就说一堆我喜欢的 没有爱情的韩剧 Sam Ben 说火星生活 其实火星生活 不是隧道的男主角做的 他是正经好 你这么说 火星生活其实那个班底 是前段 上年有一部韩剧叫做 当恶魔呼喊你的名字是 其实是用那批的演员陣容去做的 那我自己有看的 我看了的 我觉得OK啦 不是说很好看 是OK啦 其实他本身呢 是英剧改编的 英剧叫做Live on Mars 是很久之前的 他是很出名的 然后就韩国再翻拍的 英剧呢 是Doctor Who的master 第三季的master 去做的 John Sim 好像 他都做得OK的 如果你说英剧版和韩剧版 其实两套差不多 我不要说哪一套好看 他的故事是说 有一个警察 无端端走回古代 几十年前 有一宗case要查的 英剧版和韩剧版的分别就是 英剧版你会觉得 有一条线是男主角 他会发现 整套戏的角色 是有些阴谋 英剧是会有少少的 你会不知道他是中的 但是韩剧版你会很明显觉得 那班主角其实是 是中的 就是他们的朋友 这是两个剧版本的分别 你看英剧版你会觉得 是深寒少少的 韩剧版就没有这个情况出现 就是有两个版本都看完 但是我是看不明白这个故事的 因为他去到后来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疑团 就是 究竟我是一个 在未来 穿越了过去的人 还是我本身是一个过去的人 然后梦见回现代 那这条线我是 想不明白的 好了 那之后就入正题了 话说 早几天收了一个 就是Netflix 有时他会 其实他不停发新闻稿的 可能每天都会发几个 那我就在离牌 我是拒绝了他的 但是呢 我真的第一次见到 这一封 我真的笑得 扑街 然后我立刻在YouTube那里 帖了出来 那他就说 Netflix收到 来自韩国历史专家 对于李斯朝朝鲜 中文剧名所提出的意见 他说经内部讨论之后 决定把剧名 改为 《施战朝朝鲜》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 你报贵意见 我第一件事 What the fuck 你改名 我说了李斯朝朝鲜 说了这么久 然后你跟我改名 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他要改名 韩国是觉得这个名字 是有歧视成份的 因为 李斯朝朝鲜 其实是来自个名字 李斯朝朝鲜 李斯朝朝鲜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韩国你知道很远古的历史 以前是朝鲜的 因为之后其实是日本有殖民统治的 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将 因为那时候 朝鲜王朝 其实是 姓李那班人 说事的 即是李嘉诚那班 他们就将他叫做 李斯朝朝鲜 即是殖民时期结束了 韩国人就立刻把 李斯朝朝鲜的名字 改为朝鲜王朝 就叫做 我们抹去殖民时期的 黑历史 现在韩国还是觉得 李斯朝朝鲜这个名字 是一个贬义词 因为你是象征着 港人时日直时期 我们怎样被欺压 怎样被凌辱 那段痛苦的回忆 所以现在这次去李斯朝朝鲜 这一套剧 他就觉得这个名字 是不容得 这个问题其实 只是在 香港和台湾出现 因为这是香港和台湾的译名 在其他地方 通常都是用 Kingdom这个名字 例如我之前在泰国 看过宣传 其实他也是用 Kingdom这个名字 有很多地方 主要都是用 王国这个字 去做译名字 唯独是 香港和台湾 他会用到 李斯 李斯朝朝鲜 这个名字 我本身也认为李斯朝朝鲜 这个名字是 翘口参首的 但是你叫惯了 看惯了 我就觉得 就要用开它了 你现在跟我说 改名字 我真是 What the fuck 那样东西 为什么我觉得好笑呢 有人说 又是政治正确 真是瘋了 是不是改名字 都不行 我又不认同 见证我原来 那段回忆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有权 是给开这个名字 但是我觉得 真的很狠好笑 那样东西是 第二季了 人家出了第二季了 你才说改名字 这套东西是2019年的 年头上的 这么久 你说算了 已经出了名字 我最后改 你在第二季出之前 改了它 我都算了 你现在是第二季出 你才说改名字 是不是历史学家 是特别有延期的呢 就是你延期了一年 不要现在才说 我们将非典型肺炎改名字 不改做SARS 因为SAR 对这三个英文字 很不公平 那我们就改302 疫症都完 我现在才改这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尊重 是不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 好笑这件事 既然是这样 我觉得Netflix 麻烦你 你改译名字的时候 想清楚点才改 我不觉得你Netflix 没有钱 请顾问 去了解一下 这个情况真的是因为这样 我情愿你 stand firm 一些不改 你现在改了 所以我还不愿意 还不愿意 就是这样 今个星期出了个特别版 就是讲一下CW剧 有段时间都没有讲 今个星期都是讲一下韩剧 基本上韩剧 就是 我个人是这样的 那些韩剧人 一上 我停不了的 真的停不了 我对上次的韩剧印就是 我看《精神变态日记》 《他人迹地狱》那段时间 我会不停地看 直到看到一套很难顶的韩剧 我就会停的 我当时是看到哪一套庭呢 我当时看了一套叫做 《亲爱的法官大人》 其实这套东西都不是很难看的 它是讲一些法庭的东西 法律其实都不是人人平等 很多东西其实都是 你做法官原来 其实都是收买人 拿钱 很多东西衡量 根本整个制度都是污蔑 好像讲得很好 然后我看到后半句 全部都是男女主角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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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停了韩剧人 哇 真的很难顶 我需要这样才能停到韩剧人 否则我会继续追下去 因为之前在Netflix看了几套韩剧 然后去过Algorypham 就是不停地出韩剧 我就很惊讶 原来Netflix真的很多韩剧 有些我很久之前追开的 会觉得你这样也买 通常韩剧我不会去哪出 我就立刻看的 因为我觉得很辛苦的这个过程 我会等他出光我才Binge Watch 我有几套我现在在猴 上个星期有说的 一套叫做Hienna 富豪编巫人 另外有很多套我也想看的 叫做超能警探 Memorist 那是余承豪做主角 这些人真的很英俊 然后还有一套叫做机智医生生活 另外还有磅发 磅发就因为出光了 所以我今个星期都看了 另外还看了一堆韩剧 跟大家讲一讲究竟这些韩剧是怎样的 这些韩剧是怎样的 有一些好像Dark Magic那些仪式 那磅发就像是一些诅咒的 就是落些咒语 使别人生病啊 死啊 那这个就叫磅发 那它是有一些很噁心的东西 譬如第一集他说是一个人 因为磅发就好像有些鬼魂在 有些强大的力量在扭他的身体 那他就是自己的手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自己去扭掉自己的颈 然后整个身体都是扭曲了 这个已经是整套剧最可恶的场面了 基本上其他那些画面我都觉得很狡猾而已 我是受不了鬼 这些是OK的 磅发看完12集 我自己觉得正常 就是它的故事是好看 但是其实它中间也有很多是我要飞的地方 就是我会觉得很闷啊 不想看啊 尤其是那个女主角的样子 就是我说老的女主角 不是很吸引啊 但是它的设定是挺有趣的 譬如鬼神啊 女巫啊 还有它是会有几贵的作品 而另外还有一套 我有一套我明明说要等 但是我不小心开了 就叫做机智医生生活 现在做了两集 我都开了两集 那种OK的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开了 都不会等得很辛苦的集数 所以我会继续每个星期都聚的应该 所以我才提前开了 是很好看 《机智医生生活》是超好看 是我很喜欢的行剧 我告诉你 它不是那些很劇力猛军的那些 其实《机智医生生活》是TVN电视台的作品 这个名字呢 如果你有看TVN的话 之前有一套类似的 就叫做机智监劳生活 其实是同一个导演 同一个主创人的 所以名字也是难得改的 有另一个很有名的韩国系列 就叫做请回答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请回答1994 1998 它是那个系列的导演 去开的 那种风格就是很平常 是很好看的 还有好笑的 《机智医生生活》是 我看了头两集 即是头一集 它是特意找了很多明星下传的 整部电影是没头没尾 就是它特意 我今天 你今天来开机? 好,来开机 我就说这班医生是做什么 它是说五个医生 是很友善的 纯粹在同一间医院那里做的 它的剧情简介是说 五个医生开了一间VIP诊所 但其实这些故事内容在第一集 基本上都没什么提过 这部电影是三年的项目 即是本身的剧本预计是写三年的 一年一季 应该就会做三季 正正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觉得 应该是不用Binge Watch 可以提前开了它 因为它都整个一小时一集 如果你Binge Watch 其实是有点辛苦的 这部电影不用飞的 很舒服的 他只是说医生去上班 有些事情很好笑的 例如第一集 原来有个医生是 有钱人来的 是整个医院的太子人来的 但他一直都没跟人说 那些人说 那个会长死了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 那些权真暗斗的剧 不是的 那个会长死了 他就将那个医院 交给个小孩 为什么要交给个小孩 他整家不是有五个兄弟姐妹吗 为什么要交给个小孩 因为那个大佬是神父来的 然后那个二哥是神父来的 然后那个三姐姐是修女来的 然后那个四姐姐是修女来的 然后就告到个小孩了 所以就要给个小孩了 那个小孩其实是做医生 但是做医生是做到 很投入那些情绪 要家长安慰他 然后他说 我都说我要做神父的啦 我不想再做医生了 我要做神父啊 然后那个神父大哥就说 你做多一年啦 你做多一年啦 我觉得他这些很好笑的 但是不好意思 我因为这么说 其实我已经剧透了一些东西给你了 他拍得好是那种 不像做戏 他只是譬如他第二集 他说一群朋友 他吃饭已经很好笑了 而我自己 我看了一些 看之前那套什么 是机智的监陆生活 我觉得没那么好笑啦 他通达知道的 因为始终都是讲监狱 但是机智的医生生活 是真的讲得 阳光一点的 他的卡拉通是 挺喜欢的 都推荐的 另外就Netflix 还有堆韩剧 我就好像 那些什么韩剧伺服器 我就跟大家都清了一堆 我逐一套跟大家说 有一套叫做 君主假面的主人 这套好看喔 之前都听人说过 但是都没开 开其实挺好看的 讲的 他也是一套韩剧来的 男女主角的爱情线 都有一点 但是他是那些 好像以前 台湾那些偶像剧 男一 男二 女一 女二 那些角色 是很明显的 这个喜欢那个 那个不喜欢这个 是很明显的 而且是很简单的 通常说男主角是 皇帝 然后走了出去 然后有另一个假的皇帝 在里面 很简单的 但是 他写得好看 比如这些角色 是很清楚 我看完 我会想翻看的 这个 OK的 这套 而且他另外想起 有另一套韩剧叫做 成为王的男人 这套是 女真狗做的 故事都差不多了 这两套都不算差的 有一套叫做 不是机械人 这套是余成浩造 都看得下手的 不过 都是那些机械人 他是说女主角 扮是机械人 而男主角是对人类有敏感的 一个这样的设定 在后来我会飞 又是男女主角 啊啊啊啊 整体上我都看得完 他也是令我想起 另一套叫做 我的智能情人 几个星期之前 报的 又是设定很相似的 以剧情的合理性来说 不是机械人 是更合理的 我的智能情人 真的很白痴 一个人怎么会分不了 AI 还是真人 但是你说机械人和真人 如果那个机械人做得很好 是分不了我信的 另外由于看完成号 我就看了一套叫做 记忆复仇 其实大陆译名叫做 Remember 儿子的战争 这套就一般 我看不完的 Nexex有套叫做 夜景日志 丁一宇造的 这套是 垃圾 真的垃圾到 我看到中间顶不上 我看了最后一集 然后最后一集 我看到某些位置 就是What the fuck 另外还有一套叫做 女真狗做的 就是骨子果醬 骨子果醬都是 是垃圾来的 真的是垃圾 它是讲吸血鬼的 然后是一个 总之一个世界是 总之吸血鬼共存 然后有什么吸血鬼管理局 等等等等 然后就讲一间学校的生活 有那种好像台剧 什么终极一班 终极一家的那种感觉 是很cringe cringe 爆炸的 这套剧 另外也是 女真狗 就有一套叫做 再次相遇的世界 这套是 设定OK 但是我看到中间 都是顶不上的 然后去到后面 又是男同女 然后就 啊 我挂着你啊 你很挂着我啊 啊 就是这样 基本上韩剧伏机就差不多了 也说了很多了 但是机智医生生活 真的好看 对了 我会追完的 讲到这里啦 那就讲一下 四岁啦 啊 通常 每次周年纪念都会想一些新东西去做一下 第一年 还是第二年 总之不如 不如滴起深缸 弄字幕啦 那就开始弄字幕啦 上一年就做了些什么 上一年就是 就是帮个台改了个文名 本身以前这个台 只是叫 Letral Nothing 然后上一年 因为九叔经常都读不到名字的关系 那我就改了做 Bolket Fight Up 谁知道一改了个文名 九叔就读得对了 Letral Nothing 这个字 但是由于因为 Bolket Fight Up的关系 开了个节目 就叫做 Fight Up 10分钟 所以 Fight Up 10分钟 是一个 刚刚好 今天是一岁的节目 因为我本身开这个节目 其实我是想长做长有的 就是我通常做开一样东西 我就不会停的 很辛苦 终于都捱到Letral的分集点评 是做完的 那我们都不想 就是做开多几套 就是令自己这么辛苦 就是你说未来的展向 我有些照片是用Fight Up 10分钟 叫做 蓋上整个台的 原因是 其实我说过 我不是打算 全职去做这件事的 YouTuber是想越发越大 多点subscriber 说还要取宠一些 质素再高一些 那我不是这种 就是我自己都要打工的 就是你说现实生活 和我现在这些 好像Fight Up 10分钟的生活 那我是分开来做的 我想确定是 我想继续去做这些Fight Up 10分钟的事 但是我现实生活 就是我是越来越忙的 坦白说 所以 所以我会想是用最少 最舒服的方法 是可以 可以继续去做这些 就是有了Fight Up 10分钟 其实是舒服了很多 就是我一个星期 可能我出一条片 其实已经OK 可以说了我想说的东西 就是剪片是舒服一点 但是其实也很辛苦的 就是今年 有什么新搞作呢 搞了整个月的了 但是应该没人发现 或者是没人想知道 就是有件事叫做 代下煲剧收费服务 如果你在影片的视频 其实你会看到的 是什么呢 其实是PayPal 如果你们有很多钱 你想施洗一下 你可以给些钱的 基本上我在这条片里说的 我不会每条片都会说 货金货金货金 我不会的了 就是如果你是听开 你应该会听到这一刻的 你很想给你就给了 PayPal 它有那些comment section 你喜欢你可以留言 如果你说想看什么review 我通常都有求别认 就是除了the good place之外 我说了the good place 你给1000元我才会做的 其实我很不想 就是我很不想做这件事 就是问你们拿钱这件事 一是我觉得你们不是我老板来的 我说过是我想这个台 类似是朋友来的 聊聊天而已 朋友是不会收钱的 就这么说的 就是做这个台 我不是为了钱去做 但是没有钱呢 我是做不了下去的 因为我要有个 motivation去做这一堆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努力去做的 就是四年期间 其实我摸着方向是怎么做的 就是比如这四年期间 为什么我四年来 就是subscriber 现在都仅是五千多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来的 说美剧的人来说是小的这个数字 但是其实我有点是特意保持到这个数字的 我想我去到中间第二第三年 有的醒觉就是 我不想因为人家想看什么 而我自己根本不是看那部电影的 我特意为了那些人喜欢看这一套 好了我说这一套 其实我知道那个方向是怎样可以令到很多人看的 见有其他频道是香港人来的 就是开了几个月 其实已经过了万的了 讲那些什么Netflix 有什么十套最值得看的剧集 讲一下讲剧 讲电影 讲一下那些最出名的美剧 其实已经吃光了 其实我去到中间 第二第三年已经发现 其实我试过的 就是讲电影 讲一些很出名的 我发现是 我会吸引了一群 根本我不是很想要的观众 厉害到来就是说 你讲得不够全面 都不知道我什么水 不知道我看开什么 我不是想要这些 我是想要有interaction 是你觉得这些好看 你喜欢这套戏 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喜欢这一种 甚至乎当时我想 我不是很想那么多人听 所以我尽量是保持到这个模式 除非你是听开你会想听 不然你不会突然摸进来听那些 所以我现在都是迫着在这个模式走的 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个保险 agent 我久不久就见他 大家都ok啦 跟他聊天啦 然后他说 其实我的客人呢 我都是想要保持百多二百个就算了 我不会再拘捕客人了 因为他说 Quality Control 我只有百多二百个客人 做得更好的服务 那我都差不多了 我想做到 可能一万个subscriber 其实我ok的了 就是我收工了 一万个subscriber 大概有1000个人 是真的保持着听的 现在应该是五六百个人 就是这个台 大概是10%的比例 那我ok的了 其实这个interaction 足够了 我想在一个好像邪教那样 一个small community 但是我需要一样东西 为什么我要拘捕钱呢 我只是在这里拘捕 我不会在其他片拘捕的了 一来是 你见YouTube现在 其实黄标的情况都挺严重的 坦白说 其实YouTube是很少钱的 真的很少钱的 譬如我现在做了四年 我的钱是做了什么呢 是我每个月的上网费可以核心 就是因为这样 要有些motivation 还有另外 其实我的台一直以来 都是讲些CW 其实CW是多人听的 但是你见ERROR没有了 那现在 如果我想讲些冷门一点的 其实没有人听的 是真的 只有百几二百个feel 有了这个费说10分钟 其实是一个模式 令到我可以 迫你们去听 一些你们不想听的东西 我其实经常看些 很冷门 很偏门的东西 就是我塞进去 就是那些什么stand up 我塞进去这边 放10分钟 我可以逼你们听了 其实我继续做下去 我有些想是 好像是调转去做的 就是我不是想讲些 人家个个都看了很热门的 我反而是想讲些 越来越偏门越没什么人知道的 前段我在这里撿我YouTube的视频 我是决定我不再出电影 基本上我没有出电影review 我觉得大把人说 为什么要说 是不是 跟着我的剧开始都是的 就是很出名 而我不想开我就不开了 除非我真的想开我才讲的 结果其实情况就是 如果我继续做下去 基本上没人看的 就是说收入会越来越少 收入越来越少 其实我就越来越没动力做下去的 所以我就要开始 我要你们给我一些 motivation 如果你真的 喜欢这样听下去的话 PayPal就纯粹是 说完今次这条片 我不会再说了 可能我一年 看你一次两次而已 你有什么留言 可以request 另外呢 还有是 因为我最近 因为疫症的关系 那我是有空了一点的 就是你看我 我煮剧都煮多了很多 是不是 我有个朋友说 为什么你可以煮剧这么快 一来都是因为时间多了 其实都不是说 快得去哪里 现在时间多了一点 我就想是 就是你们有什么想听 因为我之前其实 我煮很多剧的 真的煮很多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 有什么topping 有什么剧是想说的 在这里留言留下 趁现在有时间 我可以拍一些罐头 因为我预计之后 其实可能真的会很忙 那我就真的可能 一个星期才出 一条50分钟 其实我出不了片的话 我起碼有些罐头可以 就是你们想听的 我到时就给大家听 就是这么多了 那就下个星期见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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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